那我们去哪里 我还想去 以前从来没觉得周末是一件这么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爸就是周末又不够上班嘛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家里面做饭啊 出去约会什么的 所以周一到周五就认识工作 周六周日就过二人世界 我今天用的这个是 兰蔻的这个精纯粉底 我感觉还挺好用的耶 很奶油的一个质地 我感觉整个人就是软糯软糯的 唯一让我觉得降温是一件 没有那么烦躁的事情 大概就是 有那种很多很多银杏树的 街道真的很好看 所以今天呢 要跟我搬一块去 秋日周末的约会 最近因为降温的关系 整个妆容就变得很秋日 红茶感 这是什么 你怎么每天都在找你的手机 真的我的手机 我不知道 你刚才上厕所没有把手机拿走吗 不认识 所以我再来看看 你脖子都在这边 你脖子都在这边 我今天想吃 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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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 我的声音 我又吃了 同时 我再来一杯 准备 我ald兑 什么来 彼女 我已经吃了一杯 准备 如果我走 如果 我股票吃了一杯 就 那不是 我飛上上去 怎样 我现在 迟圆 没有 你怎么能 需要 我真的不想做 蛤? 我不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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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我真的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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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罗曼的双色 阴影真的是 每次都觉得好好用 他们家 真的是我超级超级珍爱的一个牌子 他每一集新品上的时候 我都会跟大家拍一个 那个新品的反馈 是色上脸什么的吗 这里面全部都是罗曼的口红 今天想趁着这个 一起化妆的准备的环节 顺便跟大家 要不聊一下 罗曼大副刘姐 在所有的罗曼系里面 最喜欢每些产品 那首先 就刚才我涂的这个 双色的阴影 很好看 好自然 上脸的这个效果 也非常的自然 就是一点一点的 把你脸上的一个轮廓 给勾勒出来 同时也不会让你觉得 哎呀 一看就是画的鼻影画的超级的明显 就一点不用担心自己会手中 非常无脑 然后新手很好很好上手的一个阴影 然后当时我收到这一款阴影的时候 它还是跟皮卡索最喜欢的这个系列 就是这个透明感的 这一个系列的刷子做的一个脸明 简直好看到爆炸 讲到罗曼真的是要跟大家推荐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有些真的想烂了 比如说这一块芒果盘 我个人觉得它是一块非常容易被我用到铁皮的四色眼影 前年做购物分享 第一次用罗曼的时候 我就被它的这个闪片给惊验到 罗曼的它的闪片 是我觉得韩国一些彩妆品牌里面做的最优秀的 然后另外一款也是跟大家推荐了M03的一个Maline Cosmos 这一块是属于那种橘粉色的 不挑皮肤 就有的太过偏粉色系的话 可能会眼皮浮肿啊 会显黑的这个问题 但它的这一盘的话 总体来说颜色都不会特别突兀 但是又很好看 春夏秋冬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的一盘 平常用到几率最最最最高的四色眼影 今天的话我是准备用这一块上脸 因为现在秋天了嘛 去那种银杏路上约会 所以呢我想更加天向温暖的一个妆容 说实在的我平常还是挺喜欢 换那种又表又浓郁的那种颜色嘛 但是出来约会还是心动妆啊可怜妆啊 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脸片更加柔和 这一盘的话叫做Maline April Blossom 如果要形容它的话 就像Christmas的时候 家里面煮的那种热红酒的感觉 它的雅光也是做的很细腻 就一点都不粗糙 如果要用它嘛 我就把我的整个底妆也打成了那种奶油肌感的 大家看我穿了眼皮上的这个妆效 它跟我第一次做罗曼购分享的时候 那天我不是去拍片了吗 回来就带着美容式的妆容 就那种黄黄的秋日感的妆容很像 它的这个打底色不会非常的大地 它是有一点秋天掉落下来的银杏叶的感觉 就整个很融合 接着的话我就是会用到第二个这个很橘的颜色来打我的眼尾 它不会特别突兀 就两个颜色融合得很好 眼尾稍微的用这个黑色运一点点 但它这个黑色啊 比起它是黑色来 它更加偏一个深砖棕色 稍微的眼尾加一点点 不用加很多 接着要夸了 我为什么说罗曼他们的闪片真的做得很好 像它这三个都是比较偏暖秋色系 所以它这一块亮片哦 用的是稍微的带一点点暖色调的白色 去中和整个秋日妆的感觉 因为如果在上面再叠特别黄的那种闪片的话 可能反而就是会让这个眼妆变得没有那么的特别 因为是约会我要特别的在我的眼角 这里也高一点点 这一块是一个专棕色的 不会太黑 所以我用它来拉长我的眼尾 这样就整个会自然很多 罗曼我还有很多很想跟大家讲东西 这两款是我非常喜欢的 它们的一个液体闪片 这个颜色我去年夏天的时候一直用很自然的一个这样子的闪 平常如果要拍那种闪光灯的照片的时候 你就找它里面的大粒子 然后点在这种眼尖的地方 就能够拍出来那个效果超好看 然后另外一款是我觉得我很适合派对的一个人鱼鸡的亮片哦 也是超美又紫又蓝又闪就是非常妖艳的一个人鱼鸡的颜色 另外它们里面的这一款单色的高光眼影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这个闪片很自然也是不挑皮肤 然后又细腻又很闪的一个闪片 我今天既然拿出来了 眼前上面点一点 如果要说那种液体眼影和单色眼影的话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三款 不会采雷 很有用处的那种 美吗 美 很美 接着的话我腮红是要用到这块 也是我罗曼的腮红里面非常喜欢的一块 它们的腮红的粉质真的非常的细 我手里的这一块是它们之前的联名款的包装 这个颜色太适合秋天了有没有 就是那种暖性 看着这个很深 但涂在脸上真的是一点都不深 温柔到快融化了那种感觉 我们唱卡尔 对不起 然后再在这个鼻头这里再刷一点 这块真的是 每次用我都会感觉到非常惊艳的一个离子色 虽然我真心的觉得它跟离子好像搭不上什么关系 另外一块也是我很喜欢 到现在我都觉得没有办法替代的就是这个 三号Blue Bellic 我经常会用它来画那种什么梅子妆呀 葡萄妆啊 我就会用它来打在这一块三角区的眼下 我觉得罗曼家不管是眼影还是腮红 他们总体来说就是很好上手 不会一下子手太重就 救不回来的那种 那我就一直在很重的怼我的腮红 但它整个出来的妆效还是很自然 上面再叠一点点MNC的一个深姜高光 罗曼什么时候出高光啊 我好希望他们也出一款像深姜高光一样 非常万能的一个高光 毕竟他们家的产品真的没有让我踩到过什么雷 其实我这个上新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夸到 好看到晕过去 恨不得大家掐我的人中把我叫起来 让我醒醒的那种 就这款新出的一个色号 它这个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秋天了 整个就是浓郁好看 大家知道我其实是喜欢哑光的会比较多一点嘛 但是莫名其妙每次跟我发出去约会 我总想要涂水嘟嘟 然后透明很元气感的这种 稍微的带一点点亮色的唇釉吧 这款的颜色也是很显白 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在补衫 把这个新品带过去了 我连拆都没有拆出来 然后那天突然之间很着急出门 我就是素颜出的门 什么都没涂 但是我带了这只出门啊 涂了一下后就 哇 效果真的还很好欸 那是我第一次用它 所以我对它的好感度就一直很高 因为我觉得素颜都没有问题 就证明它其实是空间很大 可能性很高的一只唇釉 后来我发现我不管是用大地色系 或者是水泥色的眼影 它这只唇釉都能够hold的非常的好 之前在直播里面也是发现 大家会问我说 我最推荐的 或者是我最喜欢的罗曼的唇釉色号是什么 那今天在涂这个的时候 顺便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那首先这只16号 也是我最近的一个新头爱 然后接着的话 我自己会很喜欢的是06号 之前跟迪迪去云南的时候 我有涂到它 非常浓郁非常高级涂上它 我的气场全开 就感觉我的身高是两米八一样 另外一只的话 我自己也很喜欢 画那种粉色系的妆容 会拿它来点缀一下的 就是Icy这个08号的一个丝绒 罗曼的丝绒它做的好的一点是 吃完饭的情况下 不会变得特别的斑驳 因为你不可能说你吃完饭不妥妆 但是它能够保持掉的 不影响你后续去补它 果知我很愿意素颜的时候去涂它 还有水磨系列 因为我觉得一涂完以后 你就会感觉你整个人的状态和元气感 就会不太一样 这只颜色也是我跟大家推了无数次的 果知六号的无花果色 刚开始看它会觉得平平无奇 说不出来它有什么亮点 但是会越看越好看 它和这只十六号苏打 还有水磨的三号 就是我个人认为素颜的时候都能出门的一个唇釉的颜色 最后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只透明的 看上去很奇奇怪怪的一只这样子的水磨 上嘴也非常好看 而且这水磨超好吃 这只颜色可以把你本身底部的这个唇釉的颜色 揉得更加的浓郁就是更加的高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闪有紫色黑色 然后蓝色 这几种颜色比较重的闪 因为它会把你原来的这个唇釉的颜色 蕴染的更加高级一点 同时它的水光感觉也会更强一点 小飘再来一遍 我没吗 没 这个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妆容 我想跟我爸出去过街约会啦 是一位明清之队 29三岛 不仅有一点 就是我萱丁 找到你的地方 因为我 rhoi冷却的阴阴 只当你管不满味 不仅一样 不仅一等 不仅一样 可以与你 Cop吗 这只能不能以为你 在深夜的 我看了那些人 那是什么?右边吗? 对,没有 那是电酒 我看了那些人的 我看了那些人的 我看了那些人 我看了那些人 我看了吗? 好 好 謝謝 謝謝 新鮮物 Hello 各位 最後我們約會 越來越熱越熱 就跟朋友們 합 germ 了 然後一起過來 吃 雞肉 這個 餞鮭魚 這м不ous 這不當然 咦有咦 咦有咖啡店 蛤 在下面 雞三 是 清淡的雞三 那所以 以前我去的地方 都是辣的雞三 那在那裡 雞三 是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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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到達後面嗎? 不是 你怎麼不知道? 不是不是 這是我爸說的清晰的冷藏 我們又過來買酒了 昨天在這邊買了8000多塊錢的紅酒 因為這邊說有山西亞挺便宜的 就想說如果要不要剛才買就算了 韓國也不算了 是嗎 韓國也不算了 是嗎? 對 你還要在這裡嗎 是嗎? 我沒有在這裡 我喜歡這個名字 這個這個 我們來看看嗎 卻是要講過這裡 很不喜歡吃雪被什麼 但已吃飯給你 但是我還沒有吃飯 但是我沒有吃虎 你還沒吃虎 самых消息 你還沒吃虎 你還沒吃虎 先拿 那你先拿 你先拿 你再拿 你快要放五個錢 我要給你一媽媽媽 妳好可愛 她很可愛 還要是拍照 那它是誰呢? 今天都是假的 這邊 这边